这里还是旧金山唐人街的花园角广场 每次来的时候都能遇到一些熟悉的面孔 一些华人的老者 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老外 但是老外不是太多 像这样的都是流浪汉大把小包的 今天先去都版街的美国银行去点款 因为有位朋友他在国内 还是需要因为他来不了美国嘛 所以他的账户里就 他委托我给他存一些美元 所以今天去取点款 因为我没有华美银行的账户 如果有的话我就可以直接给他转 但是没有呢就取现金吧 所说的现金为王 因为如果你在账户间转账的话 好像银行需要一两个工作日来处理吧 才能到账 如果用现金存款呢 应该是马上就能到账 我记得比较清晰的是 比方说 我在美国这边的单位给我开工资的时候 一般是给支票嘛 支票上面把税都扣完了 然后我在把支票里的钱 往我的这个银行里存的时候呢 我用手机APP去操作啊 就是打开这个APP去拍摄 这个薪水支票的正面 再拍摄背面 再输入金额 再点确定 就是说 有的时候存不上 有的时候信号不好呀 或者你拍摄的不清楚啊 就存不上 但是即便是存上了 它也一般需要一两天才能到账 因为你刚存完这个工资支票的款项 你就查你的APP呢 它显示Pending 正在处理中 这个Pending P-E-N-D-R-N-G 就是悬而未决的 挂着的 就是这样 现在还是没有游客 按说每年这时候 这个人呀 应该叫人潮汹涌啊 结果 现在 哇 很无奈 取款的话 以前有朋友建议 说我多取点款 平时不用总跑银行 但一个是自己钱 本来就很少 也没多少钱 所以取不出太多钱了 另外一个 一般平时消费就是刷卡嘛 一般也 老美这边 一般他们也不放太多的现金 把卡插进去 就是插进去了 然后他会把这个卡弹出来 之后呢 提醒去输入密码 我戴手套输吧 输密码 然后选择提款 提款我就得提两次吧 因为他要 希望我存800多 我就先取800 先取 因为这边支票账户 一般都是支票账户 因为这边 虽然他说可以选金额 但是 只能选一样的 你不能说 选几张100的 再选几张20的 不可以 只能 要不你就 都选100的 要不就都选20的 所以我先选100的吧 先 不要收拘 先取8张100的 之后呢 我再取 20的 取20的 8张100的 然后呢 是要进行另一笔交易 需要再 查卡 再取200吧 因为这个一天 只能最多 最多 再把卡取出来 最多只能取 取那个 一千 所以 200 支票账户 这边选20的吧 对吧 是 选20的 对吧 不要 不要手机 我是 环保主义者 最多只能取一千 每天 请取回 您的现金 他这查得很准 基本上不会 多一张 或者少一张 哦 了 哦 了 佛 拜拜 再见 拜拜 后面 人们在排队吗 后面 后面 人们在排队吗 哦 了 再见 再见 拜拜 再见 这个线卡住了 再见 再见 我有那种 无线的耳机 但是 我不太愿意用 也不太愿意研究 在住宿放着 扔着 扔着好久了 我 就能帮着好久了 我 我